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课程开始进行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我有帮老师准备一个互动白板 互动白板 平常各位老师应该 在上课的时候 白板是你专属的 其他同学会 会闲来无事就在上面 画一笔嘛 不会对不对 等一下呢 你看我自己有进来我就看到了 但是老师不用担心 你待会进到这白板之后 大家都是匿名的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除非你自己答我是谁 好那这样同学 愿意提问的意愿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你要怎么问呢 您看上面这里 最简单的有没有文字框 所以您可以在上面直接点一下 你就点一下 我有问题 文字框要多大 你可以自己决定 那你想要放哪里也随便 老师到一起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大家是互动的 你看得到我 我看得到你在打什么 尤其是及时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如果你觉得用打的比较慢 就来这边 有没有用涂鸦的 你也可以用画的 你也可以像这样 看你要怎么画随便 那画完了 你就自己看你要摆在哪边 如果你觉得我一定要放这边 你可以把别人的移走 再来 如果你是属于比较操作型的 我觉得嗯 我有问题 可是我的问题是属于图片的 那你就把画面抓下来 或是把那个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好假设我们这样找了一个 呃 好这边 这里好了 我就把图片复制起来 你就可以直接Ctrl加V贴进去 有没有就进来了 所以如果有问题 你的是属于画面式的 就直接贴进来 这样OK吗 那我就把画面还给老师 您可以先进去看看 在您刚进去的那边 在一进去讯息 往下卷动一下 应该就看到我们那个互动摆板 现在好多老师都进来了 所以上课要认真 有没有 不然画面会被摄影机拍到 对不对 有没有 老师都发现是即时的互动 这样子的话就 可以帮助老师 帮助同学 有问题真的就在上面 问一下 互动一下 不过当然啦 很多同学会在上面随便弄玩一下 那个我们就略过略过就好了 老师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是Google的绘图的功能 就是所谓的绘统 而且它有历史记录 因为有些同学 想说我随便讲一讲 然后就把它擦掉 有没有 死地上 会留在上面的 等一下我给老师稍微看一下 好 现在老师已经 好 不错不错 大家已经用得很熟了嘛 所以来老师您画面借我一下 好 三二一 没关系没关系 老师您可以不用把证据淹灭掉 我已经有看到您有贴进来的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我刚跟老师提的 其实这个互动的部分 它有什么 有所谓的历史记录 我们在这边 因为我现在是管理者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 我就直接从这边进来 有没有一个版本记录 好 版本记录 所以呢 如果您想要查看一下 到底 刚刚 有没有人 干过什么坏事 我就把它哭一下 有没有回到最前面了 应该也在跑 3837 所以刚刚有记录一部分而已 还没有全部记录下来 所以您可以随时回到过去 假设我还回到最原始的版本 我就可以直接还原 你看最原始的 哇 这是别人的 被我删掉之后还原了 然后再来变成老师的 所以老师以后知道 应该不用插白板了 而且这个内容讨论 你可以永远保留下来 就是你如果把它命名的话 这个地方在这边 你可以把这个命名 这样的话呢 下次你再看 就不是只有看那个时间 好 这重要的讨论 我就把它保留下来 这样 这样了解的 万一像这样 那个空间不够怎么办 你可以这样子哦 右下角 这个 把它变大一点 你把它想 你就有一张纸 可以变很大嘛 那你刚刚那些内容 就变小了 你就把纸变大张一点就好 在这边 有没有再变大一点 慢慢的就可以变比较 当然其实你要比较快 要把画面缩小一点 速度会比较快 好 速度会比较快 这样你就有比较大张纸 不用担心纸不够大 OK 当然你要删掉也是一种方式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